你也是每天都会喝一杯咖啡来提提神吗 有些人就很好奇 那包月到底会不会比较划算呢 我们带您实际来计算 其实很多有超商都推出了 一个月喝20杯的优惠 以拿铁来说 包下一个月的话呢 最多可以省520元 香农咖啡好多上班族天天喝 超商超市都有包月咖啡 但到底能省多少 像这边大杯拿铁一杯原价55元 但如果你想要更划算 可以一次下单20杯 因为再换算下来 一杯大约35元 等于是打了65折 以拿铁为例 如果一个月20杯来计算 CLA11等于可以省下400元 全家采订阅服务 每月下单20杯拿铁 等于打了7折 一杯大约38元 一个月省340元 OK超商用云端咖啡买20杯 大杯拿铁香53折 平均一杯不到30元 月省520元 来额服务有买一送一的优惠 等于拿铁一杯只要27元 全连一个月可以省下180元 会偶尔就会想说 来杯咖啡提提省这样 算起来那个单价 其实咖啡就算还蛮优惠的 咖啡连锁业者路易莎 则是线上订餐 新款咖啡除了有酒折 优惠外 还可以到指定门市插队 路易莎七个品项达酒折 一个月天天喝 能省下约160元 因为我们也针对一些大型企业 或是一些小型企业 以及有大量使用咖啡豆的一些 消费者的需求来针对他们 来推广一些咖啡 商用咖啡的一个方案 最多都可以达到大概快六 六者 另一间连锁业者 星巴克用订阅服务 一次买六杯 一杯省下35元 但因为高单价 月省比较高 能省700元 就是我每天很多会喝一到两杯这样 或有一些促销或者是订阅 或者是组合类的 比如说咖啡跟其他甜点搭的也不错 包月服务用一次买多的方式 让每天都要来一杯咖啡的小资竹 一个月至少可以省下好几百元 但如果没有天天喝 有些可能有时间限制 过期没喝到 虽然不会浪费 但算下来一杯反而不划算 东森台新闻 沈瑶红 彭德育 一闻台北报道 好 最近什么都涨 难道电费也要涨了吗 定价审议委员会将在下周一要召开 来讨论四月电费涨还是不涨 有部分委员就认为 店价应该要适度的调涨 涨幅上限是3% 你一定针对用电大户来调涨 主要锁定有外销优势的产业 而如果真的电费调涨 我们以超过40台机器的 夹娃娃机店来说 一个月的电费 就会多一两千块 珍珠四季春茶倒入杯中 不管是开店做生意 还是生活所需都会用到电 但电费现在恐怕也要开涨了 每年四月跟十月 电费都会各调一次 目前已经连期动涨 不过今年四月有可能会调涨 涨幅的上限来到3% 像是这样子超过40台机器的 娃娃机场 之后如果真的调涨 每个月电费有可能多出上千元 乌尔战市造成国际油价飙涨 电价审议委员会将在28号召开 部分委员认为电价应该适度调涨 来反映台电中有的燃料成本 不过为了避免带动物价 你针对大户调涨 主要针对有外销优势的产业 要在做电费的调整 就是维持原来的我们的民生用电 是不以调整的 但是我们可以去取消原本 对我们的用电大户的 所谓的企业用 工业用电这些 我们可以取消原本的一些优惠 是不是达到所谓的百分之三 我想这个要交由所谓的 审议委员会去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成统的 通盘的一个考量跟计算 虽然电费涨不涨还有在讨论 但店家听到消息都很担心 以小吃店来说 做生意每天都必须开着冰箱 如果之后调涨 电费多个几百块跑不掉 如果再加一台冷气 保守估计会多个上千元 夏天很热 我们本来一直有在考虑说 要不要装冷气 但是如果说电费这样调涨的话 或许会 一定是相对的来讲说 就是支出会增加 万无其掌的时代 从原无料到油价通通涨 就怕没日必备的电费 也hold不住 店家苦喊真的好难熬 东森财经新闻 许中一品节特报道 好 今天推播时间 我们要来看看 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 冲上1937美元 创下一周以来的新高价 但是最贵的金属 竟然换人当了吗 我们把时间交给佩宇 好 没有错 这个黄金终于又冲上 这一周以来的新高价 所以你看到呢 在我们图片上的这一块啊 这是在新北黄金博物馆里头的 镇馆之宝 是现在全台湾最大的黄金块 有220公斤重 而现在这镇馆之宝啊 身上又会再多上 杜上一层金了 因为呢 现在黄金涨到这一周新高啊 过去它刚到这管区的时候 身价大概只值1亿哦 但是呢 现在呢 再加上因为恶物战争影响啊 这整个黄金价格 已经快要冲破每盎司2000美元 所以它现在身价是翻倍再翻倍 已经价值破3.8亿美元 不过啊 这还不是现在最贵的金属 我们现在整个这个贵金属之王 已经换人当 换成我们所谓的八金 这八金啊 其实是工业用的贵金属 最常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契机车上的 触媒转换器都需要用到它 而除了在触媒转换器之外呢 包含是因为它耐高温 耐腐蚀 而且也耐研磨 所以在很多的这电子工业 也都会用到它 而夸张的是这八金啊 现在这价格竟然呢 是比黄金还要贵 而且每盎司是贵了 600块美元 观众朋友听到这里啊 待会真的要赶快去找一下 你家里的这柜子啊 或是衣柜 是不是也有这种超级贵金属呢 只是你不知道 因为其实呢 在这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呢 非常流行说啊 到这个中国大陆 或者是香港旅游的时候呢 都会带一些啊 非常漂亮的白金 做成的首饰项链 戒指等等 回来台湾 可是啊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说 买回来没多久 发现说这黄金戒 这个白金戒指啊 怎么容易氧化 而且用久了 还有点雾雾的 这才知道说是买到假货 因为在那个年代呢 其实这所谓的 八金跟白金 它们成色非常像 但是呢 在这个十几二十年前的年代呢 这白金的价格是比较高 所以有很多不肖叶子啊 会偷偷把便宜的 八金 摻到白金里头卖 买回来你才会发现说 很容易坏掉 很容易变丑 不好看 才知道买到假货 不过呢 这风水轮流转 当初大家说的冒牌货 现在已经成了 名副其实的贵金属 所以呢 如果当初这些冒牌货 你没有拿去丢的人 真的要拿出来整理一下 因为有人说呢 把这些八金 整理出来拿去卖 竟然一口气卖了 三百多万 起标价 来三百万 是什么样的拍卖品 一口罕价就三百万 不是拍房子 而是台上这三块 看起来毫不起眼的 趴金 这是云林检方 由制度工厂查扣道 交由行政执行署拍卖 重量约一千六百公克 还有趴金尾扎 约两千五百公克 底价百万 竞标相当激烈 二十六号 三百一十万 三百四 二号三百四 二十五号 三百四十五 三百五十 二十三号三百五 九号三百五十五一升 最后趴金 以三百六十万元拍出 而我们来到银楼 趴金的价格 现在是比黄金还贵 一台钱就要八千千 一台钱就要八千千 一千啊 一千啊 正值 正值啊 我们现在黄金 这样一千多少钱 黄金 六千六十五 趴是一种化学元素 主要用于汽车的触媒 转换器上 可以将汽车排放的 有毒气体 转成毒性较轻的物质 同时在电子医学上用得到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 趴金生产国 俄乌战争 影响到趴金的供应 造成它价格一飞冲天 比黄金还贵 台湾早期 常出现趴金冒充白金 来制作戒指和项链的事情 现在趴金的首饰 反而是贵不可及 东森新闻 吴新梅在嘉义报道 台湾半导体人才多 而且各国都想来挖角 现在传出 美国也开始在抢人了 联花科有工程师主管 跳槽到美国苹果上班 还有联永跟瑞玉也有少部分的工程师 加入美国IC设计大厂 不过立法院将修国安法草案 其中要抓经济间谍 如果凶法过了 未来工程师把核心技术外流的话 就会抵触国安法 可除5年到12年的有期徒刑 真才出奇招半导体厂特地在真才活动上 发送特制的赚得多洋芋片 引起广大回响 立基店喊出今年预计招募500名新进员工 强猜不止出奇招更要砸重金 台积电连电世界先进 针对刚毕业的新进人员 祭出10万元留任奖金制 不少记忆体业者更是直接对硕士班生 开出高达80万元奖学金 如果说有这个可以去面试的这个机会的话 我觉得是不错 就怕人才被挖角 业界传出联法科有工程师主管跳槽到苹果 联勇跟瑞玉也有少部分工程师 加入美国跟中国的IC设计大厂 想跳槽到中美大厂可以 但得注意立法院24号将审查国安法修正草案 外流核心技术未来恐怕将抵触国安法 5年到12年的有期徒刑 那他的罚金会从500到1亿元 所以他犯罪所会经由检察官任劣 然后直接查扣之外 额外还会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罚金的处罚 全球大厂都抢着挖角 就是因为台湾半斗体产业聚落 相较国际其他大厂完整 从最上游的细致材IC设计产业 一路到晶圆代工封装测试等都全面具备 其中包含全球第一的台积电 日月光投控等各领域大厂 人才为数众多 未来必须要留意的 是来自于在美国半导体业的一个挖角 再加上美国也提供相当优渥的一个薪资 那如果再搭配相关的一些移民政策 那确实对于国内在半导体的一些主管阶级 或者是工程师 科技业习材不手软 南韩SK电信去年给出1.62亿韩元超高年薪 大约415.69万台币 而最新数据也显示科技业重镇新竹科学园区 短短三年职缺数大增2.1倍 除了积极地补心血 看来防范人才跳槽 更是大厂门的首要任务 动森材新闻 许中玉品杰特报道